Hello, 大家好 今天黃絲拉廚房想和你們分享一個話題 就是慢性發炎 其實很多時候我們有慢性發炎 但可能都會不知道 因為很多時候身體檢查的時候 都會發覺你的指數 就算很多指數都是正常 但你經常都會覺得身體好像有毛病 會覺得有點不舒服 但當你檢查的時候 又檢查不到有什麼問題 其實這些都是屬於慢性發炎的一部分 例如我們可以先說一下 有什麼徵狀 其實已經代表你身體有慢性發炎 第一個徵狀 比如你經常都覺得很口乾 經常都喝的水都好像不夠 第二個徵狀 很容易上火 就是你一吃了一點熱氣的東西 就立即上火 可能鼓起喉嚨痛、口損、或者關了很多暗瘡 都是一個容易上火的徵狀 第三個徵狀 就是經常會有便秘 又或者輻射 腸胃不好 或者胃口不好 第四個徵狀 就是皮膚容易敏感 還有容易痕癢 有些人痕癢 有些人痕癢到紅腫 另外下一個徵狀 就是如果早上起床 覺得那些關節好像很僵硬 都是慢性發炎的一種 另外還有一個徵狀 就是經常會感冒 流鼻水 容易咳嗽 都是一些過敏的反應 以及慢性發炎的反應 另外還有就是 如果經常都有頭痛 或者胸口危悶 都會是慢性發炎的一種 那有什麼方法 可以避免我們身體 經常都有慢性發炎 第一 我們就是要減少吃一些 白色的澱粉質的食物 例如白麵包 白飯 或者是一些精製的糖 精製的糖 很多時候會做一些糕點 而我們可以多些進食一些粗糧 例如好像粟米 或者是番薯 或者是泥物 或者是異人 其實很多種的 例如糙米 那些粗糧 都可以代替這些白色的澱粉質 因為白色的澱粉質的食物 很多時候他們就很容易吸收 令到我們升糖指數會很高 當你吃了很多大量這些白色澱粉質的食物 升糖指數又高 它又會令到你的胰島素增加得很快 從而也很容易會引起胰島素抗拒 也容易會引起糖尿病 以及身體肥胖 又或者是脂肪肝 第二個可以幫助抗發炎的方法 就是我們要適量的攝取蛋白質 其實適量的攝取蛋白質 我們身體是需要的 但是就不要過量 因為過量的蛋白質 就會令到身體會把它儲起在肝上 變成脂肪 所以優質的蛋白質 我們適量的食用就可以了 例如魚肉也是一個很好的優質蛋白質 尤其是三文魚 它又有很豐富的奧米加3 其實第三招 如何擺脫慢性發炎呢 我們就是要吃對的油 例如剛才看到的花生油 其實它也有很豐富的不飽和脂肪酸 但是由於它的奧米加6 就比較多 而且我們身體如果攝取過多的奧米加6 也是容易令到我們身體發炎 所以我們就要平衡一些 我們可以吃一些植物的油 例如花生油、芥花籽油之類 但是我們都應該要補充一些 例如是橄欖油 因為它有豐富的奧米加9 還有牛油果油 還有牛油果也是 有豐富的奧米加9 而奧米加3 我們就是比較缺乏的 奧米加3的油 多數是在魚裡取得的 所以我們很多時候 在肉類方面 我們就可以吃多些魚類 還有一些比較肥的魚 它的奧米加3的魚油會比較豐富 另外第四個方法 就是補充維他命C 補充維他命C 補充維他命C 是可以增強我們身體的免疫力的 但是一天又是不可以過多的 除了我們可以吃水果 補充維他命C之外 有時候如果你是吃水果的不足夠 你也可以吃一些維他命C的補充片 但是就不需要過多的 因為你過多 你身體是不需要 都是會排泄出來的 還有我們現在進食的時候 次序都開始很講究 例如也會提議 你可以先吃蔬菜類 例如青菜那些菜類 可以先吃了蔬菜 然後才吃蛋白質 變成你已經飽肚了 到最後才吃一些澱粉質的東西 你攝取的澱粉質就會少了些 還有那個澱粉質 如果你們想減少吃白米飯 但又不可以一次過取代 即不可以一次過不吃 可以先減少 首先用白米飯 混合一些例如泥物 或者混合其他糙米 或者粗糧來煮食 這樣就變成你起碼都已經減少 一部分的白米飯 或者是白色的澱粉質 那些東西 現在你看到的 其實是我其中一餐的午餐來的 我也是用番薯、粟米、雞蛋 因為我吃了一枝粟米、番薯和雞蛋 已經飽了 所以我沒有再做菜 否則應該要做一些蔬菜 這次我分享就到這裏了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 就like、share和subscribe我的頻道 還有有歡迎來的影片下面留言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不及便宜 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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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